怀孕大世界来关心 土恤强症迈入第11天 死亡人数总计超过4.3万人 生还几率越来越渺茫 但是灾区还是有好消息传来 土耳其名12岁男孩受困260小时获救 还有一名17岁少女受困248小时获救 送医之后露出了安心的微笑 也让土耳其媒体称她是奇迹女孩 搜救队员激动鼓掌 又有一名生还者被救出来了 一名12岁男孩受困瓦砾堆下260个小时 顺利获救 卡赫拉曼马拉什圣也传来好消息 17岁少女欧梅兹受困248个小时后被巡获 搜救队大为振奋 土耳其媒体也称她是奇迹女孩 搜救队员小心清理碎石瓦砾 把欧梅兹从断圆残壁中救出来 披上救难坦送医 欧梅兹超过10天没有进食 低温中勇敢挺过黑暗时刻 奇迹女孩劫后余生 虽然眼角含泪 不过脸上似乎露出安心的微笑 家属悬得半天高的心 终于稍稍放下 同一省稍后再传奇迹 42岁女子克里克大地震后258个小时获救 实际上家人已经不抱希望 甚至挖好她的坟墓 还担心她的遗体遭到破坏 希望救难人员停止挖掘 没想到瓦砾堆下突然传出她的呼救声 最后一刻惊险获救 目前搜救队仍日以继夜的开挖 就是希望还有奇迹出现 终于摆托